说回应知简直说得多了,现在说一下这个小孩 好,现在根据德国媒体引述多份欧洲的主流报纸 去评论中国没办法被唱衰,首先在新苏黎世宝说 中国经济现在遇到困难,但远不足以对中共的执政基础构成挑战 唱衰中国只是一厢情愿,不折眼里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下行 就未能挫败中共的根基,奥地利的信息部有客席评论 中国试图改写由中国主导的国际规则 一定是中美中枢一战,就是一系列的冲突 中西一战就可能包括其他的混合战争,不一定是军事冲突 欧洲可以有什么主导的角色就很微妙了 现在只是说,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都很难唱衰呢?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继续朝着我们在中国的现代化里进行 所谓的经济困难,所谓的房地产陷入危机 现在似乎已经控制到房地产危机 没有双合到中国的金融体制 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说一点点 就是综合我内地的看法就是 为什么今次在房地产危机里面 动摇不了中国的根基 就是因为中国是金融主权 牢牢在自己手上 什么叫金融主权? 这些钱不会因为偷什么风声 自出自入 马来西亚曾经在亚洲金融风暴 受伤很惨,也不是1997、1998 因为我去过马来西亚 马哈迪就立刻封锁了外汶 知道索罗礁那一刻很骗 这是王其帆说的 王其帆说 有三大保证 为什么第一件事我们金融系统 我们没有自由兑换的 就是你不能自出自入 亦都是我们的金融主权 是很清晰地在自己手上 亦都是现在债务也不是很重要的危机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试试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里面 就是所谓开放 而是开放给美西科过来割韭菜 就是说 所有的外汇和所有的资金 可以随时来随时走的话 这样的时候 你在这个房地产的狂潮里面 你知道可能会出了几十次 那中国的金融就会倒闭 不是倒闭也很困难 那其实这个部分西方不说的 他们不会说这件事 就是在看这些新闻 顾所又怡然他 老实说 实际上就是 那时候就是在这个 亚洲金融风部也好 或者是在1997年那段时间 甚至是在亚洲被人洗劫的时间 因为很多都是自人兑换 所以我在五十分掌 我去新加坡 去完就去坐康 去马来西亚地方消费 抢了很多钱 但是后来 要早走 我拿着整个大马货币 回到香港消息 说 马哈迪说 不能兑换 那些我拿起来 差了十年 大佬 拿到十年才有机会 换得回 所以说 因为大马 当时很多的自由派 香港那些所谓的写手 都很下来 这些自由经济主义 这些大马死定 听你说就死定 老实说 那就是说 所谓的房地产 就是真的消不了上身 没有破坏到金融系统 也没有影响市场情绪 所以就 他们可能开始觉得这件事 就是 如果中国失败 就是等于全世界失败 你这样攻不进 攻不进中国的主权里面 所以我经常都说 中国的主权 独立主权 国防主权 军事主权 经济主权 科技主权 是这么重要的 科技主权很清楚 对不对 禁止你什么芯片 就搞到你 完全可以停产 所以你一定要自主 好 那说到这件事就是 西方媒体 在欧洲 欧洲 不是美国 没有被唱 但美国 很奇怪 看出 也有欧洲媒体去唱 突然间 彈了一篇文章 彭立法 在哪儿 中国的女英青年反共组织 纪念四冬桥事件 一周年 作为资深媒体 首先 中国的女英青年反共团 我和安特尼都立刻去注册 注册完 我们就可以上这个组织 然后全世界的 西方的主流媒体 就会集中报道 你干什么 原来纪念四冬桥一周事件 四冬桥简单说 因为当时在疫情的后半部分 封城和清零 引发了西方 认为这是一个攻击的藉口 为什么封城和停止了经济的自由 就会令到中国年轻人感到不满 所以有白纸事件 举了这些东西 香港有些人就去响应 十几人 我们做媒体知道 我是资深的全部人 告诉你 这些场面我见过很多 几丁丑洞在那儿 接着我看到彩主说 你要拍照 我拍照 你拉好这个角度 就应该有很多人 我好心理上 这个是几十年前 因为你就是激起 吹到八九文运之后 博运之后的一个青年运动 很奇怪 彭立法可能在这次事件中 可能被人被消失 14亿人原来为彭立法去发言 就是一个组织 我和Anthony明天 如果刚才做完事 站出去尖沙床码头 我第一个是反共 反对专制政权组织 我叫路透社 叫美联社 叫BBC来拍照 我们两个就站在那里 扎着头 那又成了一个问题 这就是刚才说到洗脑术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是有这个资讯 操纵的能力 他的优势 有什么能力 优势 他出来说 起码我都拿出来跟你说 不过我只是做反面教材 就是彭立法事件 就是美国是希望 建立个人无限度自由 所以他提出说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锁要自由 把自由和这些无限度自由 是放败 希望可以得到中国人的共鸣 尤其是年轻人 这个就是一个 除了认知思想之外 他们是一个洗脑术 他用了他们的主题 希望用他们的强大的传播工具 他不是要影响中国的年轻人 可能是香港人 因为他们经常看到外国的资讯 应该是自己国内的人 就是说不要相信中国是一个 好的经济体系 不同西 不同欧洲 欧洲就说你唱不错 大美国一定要唱不错 为什么呢 这个国家开始有动摇 一来有撕裂 另外我看回新闻 就是说 欧洲各地 都是出现了支援 哈马斯 就算不要说哈马斯 就是巴勒斯坦的人权生命的问题 就是他们开始有一个动摇 就是在这里 你说在乌兰 和俄罗斯战争 都说可能会出现欧洲和美国的矛盾 但是这次真的是深 为什么呢 原来欧洲就有很多是穆斯林的移民 这件事真的是大件事 虽然说也有很多犹太人 法国来说有50万犹太人 法国有多少人 这是常识 是7000万 如果我们那时候上课 在乌兰的老师 就会掌百间尺 或者掌本 一本宝给我们 现在是乌兰 现在是乌兰 7000万 有50万犹太人 多不多 那就看你定罗 什么叫多 什么叫少 穆斯林有500万 还有 德国都其实都差不多 这些情况 就是有很多 穆斯林的团体 为什么他们有很多移民 就是他们西方 即是他们不是现在这一代人作业 是他们几代的欧洲人 他们自己的父辈 自己作业 搞到中东很乱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东西 没有理由 或者希望他们可以拉高他们的人口 那个数目 他们今天就会移民 如果他们移民 就是穆斯林 如果你说美国是一个犹太国家 就是很多犹太人 犹太人主导了这个情况 未来欧洲可能都是穆斯林国家 你想想 是不是 他们的年轻人 高收入 中收入 就不是很流行 就像香港一样 都希望是个人生活 就不希望有家庭负担 但是那些移民就不是 因为他们福利使言 就会人口生涨得很快 总之 我不想说一些 令人误解的事 总之因为你接纳了移民 而移民他们的人口生涨得很快 所以你这些穆斯林 为什么呢 所以现在你发觉 就是在控制这个言论自由 就是巴克斯坦的活动 你不要拿芝奇到处来走 昨天说了 BBC报道 他这个法国是多么虚偽 多么是一个 所谓的民权自由 经常都说自己是老祖宗 我真的觉得法国是 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不知怎么算好 所以德国的科隆城市部 也引述了内部的报告 这份内部报告应该是他们官方 就说不排除德国警罗 可能7年发生 针对以色列目标的暴力行为 Anthony刚才说了 总之在整个欧洲里面 也有个作戏 不是很安定 不很安心 我又归结了 跟洗老术有什么关系 洗老术 洗老术其实就是 我已经说了 你符合了两个条件 首先你的目标不顺正 第二就是 你有资讯控制的影响力 或者优势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洗老术 所以是negative 所以洗老术就是negative 如果用盒子是negative 讲话来说 我和你讲话都是洗老 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都可能被洗老 但这个不意味 但总之就是negative 洗老是negative 但是在最难攻陷的地方 就是因为人家建立了很强大的话语权 或者是他们的资讯优势 所以就算他们的背景不顺正也不要紧 反正影响力多 但是有例外 刚才我说到那位日本的认知科学家 叫做尖米地英人 尖米地英人 就是用通俗的说话 说给尖米的认知 即是心理学 他用很通俗的方法去寫 尖米地这个 他说的一个情况就是 不是万能的 就是说你都有negative的洗老术 已经承认了你是一个洗老工具 而且很成功的 有破工的地方 就是谁呢?2016年 什么事呢? 特朗普当选 我认识很多朋友 常常都自以为自己的英国美国精英 特朗普是个笑话 接着再说说 特朗普好像这个笑话 说得很大 再说说 特朗普如果真的就是笑话 全世界没有人相信 特朗普会当总统 为什么? 因为当时那个洗老的影响力 就是告诉你 所有的重要媒体 包括CNN 就告诉你 希拉你才是正义 特朗普一定会获选 CNN 尤其是 总之就搞到特朗普很无忍 但是 占米地英人 这位英知科学家 告诉大家 你不要以为 这些叫做一本万利 比如说 假如出现了 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 你根本就是 美国就是苦 这些所谓的精英 精英派狗义 不如精英派 奥巴马那些 或者现在的 拜登 那些都是精英 读书就很聪明 大学教书 尤其是 天文地理 无所不惜 也是靠近华尔街这帮人 就是说 他们和美国的 既得利益集团 非常紧密 问题是哪里 又破功 原来天下苦这帮人久矣 你也记得华尔街 一比九十九的运动 知名华尔街 其实都是苦天下狗 而这帮精英 你控制着美国的话 你精英一件事 但是你靠了 几亿利益集团 怎么说 那些中低收入的白人 首先是蒙受其害 因为你进行全球化的时候 很多原本都叫做中高收入 或者叫做中等收入 都搬走了 我本来住别墅 不是别墅 就是单栋屋 跟着有辆车 两辆车 养狗 子女上学很开心 但是突然间没有东西 大件事 我只懂得整车 或者只懂得整机械 突然间没有了这些工作 那你真是苦天下狗 你还在那里塑造原来邪 美国的繁明 只是1%的人可以得利 有眼睛 这些不是人形禽兽 是吧 会思考 第二 你还要有一个条件 虽然有这样的土壤 但是别人就赞了一件事 特朗普的故事变化 非常高 能够很清晰 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论盡 清晰告诉你 现在美国的问题就是 你这班所谓的1%的精英 是侵害了99% 我们原本觉得是 没有很愉快生活的人 我们的工人 我们受害 他们得到这个利益 所以 这位资米地英人 这位日本的营兽科学家 就说 就颇工了 因为 虽然你在洗脑机械 的运作 还是很完整的时候 但问题是 一些土壤 出了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 所有人都 虽然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但我很恨 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穷 为什么你这么有钱 你是1% 我是99% 就是香港人 为什么我没有居住 为什么你有 为什么地产商发达 为什么商场收工可以这么贵 自由行带到所有的经济利益 发展 我现在的工资 10年仍然是1万元 这个就是土壤 你可以当刚才说的 是假设 就是 顺手捏来 这个就是土壤 但问题就是 香港还没有出现什么 很清晰的改革的需求 还是很信任这个自由主义的社会 这个自由经济 还是比 既得利益集团 或者是利益集团 还是很牢牢的控制着 香港人的思维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懂得 像布朗普那样的故事 故事 于是 赵米典人说 2016年出现了一个 黑天鹅 因为特朗普 你知道是挺好 他是名主持人 他是很高超的技巧 有技巧 有土壤 于是乎 那些洗脑术 每个当时 全部都是假象 就是说 你赢了 99.99% 赢了 你不记得 那些精英更加嘲笑 特朗普 是小丑 你怎么搞的 你找个艺员上来 或者找个名嘴上来 做总统 选择好笑 就笑 你就笑完 当然 你说竞选如何如何 所以 当一个土壤 他们已经明白了 譬如是中国长衰 譬如是 在巴尔的冲突里面 他们有理规 王岸外长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你有建国权力 我承认你 但是你都能安顿到 别人的巴勒斯坦 他们可以有安居乐业 为什么你要不断 把你的好处全取得 别人就受剥削 不是一张照片 两张照片可以说到这个事实 他们自然 很容易形成 最害怕 就是有故事 现在又出现了一件事件 就画起我之前 小时候的回忆 这个回忆就不是美妙的 当时就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问题 就形成了很多 左翼激进的思想 左翼激进的思想 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真理 真的去帮巴勒斯坦人 就是反抗疫系列 其中一位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这个叫做众讯防止 是这样的 当时是偶像 但是他拿着这枝AK47 看就知道了 不是M16 就代表他站在阿拉伯人民那边 就出现了很大的事故 他们就是和他们的日本组织了 作为赤维军 他不知道怎么受影响 怎么组织 这个就不详细讲这个故事 其实也挺血腥的 就是他们在一次的行动里面 就冲着去以色列的机场里面 进行了一个惨剧 这个惨剧就是令到当时很震撼 年轻人 就是我不是那个年代的人 就是我老师 就是教的中学那些老师 很多人很左翼思想 就是不知为什么 就是那个年代 他们可能觉得是前卫 他们也有讲这些故事的赤维军 或者里方布里克事件都清楚了 所以在整件事里面 就是这位是 在1969年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赤维军就成立了 到了1977年就出现了一个事故 就是说这个 就是整件事就是 不是很令人唱快 但是这位人物 这位呢 这位呢 众讯旁致呢 他一直就是 在那次的襲击里面 就不知走了还是怎么样 总之是受了伤 后来就嫁了去这个 中东的地方 在中东的地方 后来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现在是名人 就是在这 因为这件事 耳巴的冲突 就是出来说几句 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 他还信房子的女儿 所以也很吸引这个观众 还有 众讯旁致重勾起一些年轻人 所谓的梦想也好 或者偏差也好 以色列真的是第一件事 喂 立刻问日本 你也差我 你猜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 将众讯旁致的女儿 你拿出来可以公开说话 究竟你站在哪边 为什么这么害怕 众讯旁致的女儿 是代表一个传奇 如果这件事 他真的 叫做 叫做 运用了他的 故事的技巧 例如像特朗普那样 说出这个世界 原来就是 以色列对 巴勒斯特人的欺压 重塑重信房子 为什么他会和 日本的年轻人 去组织 这次 的行动 因为六十年代 这个世界左翼运动 就很受影响 包括很多老师 都很受这个影响 其中 在日本的青年 就围绕了一个心态 也有土壤 促美国九二 为什么 你始终是一个被占命国家 反美 或者是一个土壤 于是会说 如何可以打败这个 美国 很多人就很抗议 这些不值得去参考 只是说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尤其是当时的安保条约 很多年轻人 包括 这个 村上遵守 大家可以看一些 都知道 当时 我们学校的阻力运动 都知道 对安保条约 很反动 有些人 就做了赤维军 叫赤维军 当时70年代 有很多行动 在日本 当时25岁左右 这位 重信房子 去了中东受训 总之是 去以色列 采取一个行动 基本上来说 也挺血腥的行动 不过 我想 日本人一定记住这个人 就是 日本的赤维军 在70年代初的时候 就是她的襲击 所以 这个传奇 如果她的女儿出来 做这个 故事 不得了 对吧 原本要破功 那美国可能 政府会支持她 那些人再重塑 一件事 她就说 我也是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 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的组织 甚至是 1972年5月30日 有几个人坐法行 从罗马菲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 就进行了一次 这样的血腥事件 亦是换醒那些人 就像我们当年 就是要支持阿拉伯的民族 所以在整个洗脑袖里面来说 这位女士 她的女儿 出来说 她是黎巴勒出生 好像是有中东血统 但日本是很呵护这个人 很呵护这一族人 甚至日本很难给这个国敌 她是承认她是日本人 很重要的 所以整件事来说 如果赤坤事件 如果赤坤事件再被人换起来 这个故事 为什么有赤坤 为什么要无端端 日本的年轻人 要志愿出去做一件事 就是因为不公平 那你去说 你洗脑我洗脑 就是公不公平你的事 你去说 但问题就是 这个故事 可能是事半功倍 所以日本是怎么办 也告诉你 为什么刚才提到那个 什么叫什么 排行立法事件 就是希望做到一个 故事 就是说 那些年轻人被欺压 在这个自由之下 就是中国的防疫政策 它是有第三方利益 首先一件事 突出中国的抗疫失败 突出美西方的抗疫政策 正确 所以就放弃谈立法 是做一个洗脑 但是 在这个时候怎么可以 在这个时候 说谈立法 如果别人推出这一位 还信房子的女儿 那你又怎样呢 就是这样说 谁更能力 那你也不成事 因为现在美国的 话语团洗脑术 都开始恶苦 所以为什么我 我最后要教训这些人 就是说 教育工作很重要 对不对 就是 你如果不是知道 一些所谓的 信息影響力 这么大的时候 你调以轻心 说这些不关我的事 这些不是教育的事 这些是属于全部的事 这些全部的事 是说不关我的事 这些是属于这些 言论自由的事 那就是 你一个土壤的时候 有什么禍根你不知道 最正常来说 就是说 现在就是 在香港 譬如说 这个 言论也算是正常 就不像以前 有些 密布密布 就搞到污里麻茶 有些学者 留学美国回来 我又不知什么名校 出来又吹水 这个自由主义满水 现在少了这些 这些问题 但问题就是 我们要如何 趁着这些大事大非 去教育 不要教育 你列出我们的立场 在哪里 这件事是怎样的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 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不太知道 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 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六语人金融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六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 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 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